我們看第18題 它半徑R的空心球殼 外面圖上銀,R可以反射 抹光點A至於離球心七五十三R的地方 求此光點先經較近的球面反射 再經較遠的球面反射 所生成像的位置飆散 區域半徑R的焦距就是二分之R 那我先經它第一次反射 這具體有什麼 R減掉七分之三等於七分之四R 所以P1是七分之四R P1等於七分之四R 加上Q1分之一 第一次呈現 等於F F就是二分之R R分之二 拿你過去 得到Q1分之一等於R分之二 扣掉四R分之七分之一 同分四R分之八減七分之一 也就是Q1等於四R 比如像是在面鏡前四R的地方 這只有兩R 所以變成在這邊 成像在這裡 這個對於這個鏡子而言是個虛物 說一下P2等於多少 這是二R 在這個鏡子的後面 就變成虛物 是等於-2R 那我們帶第二次的成像 第二次成像的公式 就是P2-2R分之一 加上Q1 第二次成像 等於F F呢 是等於二分之R 分之一就等於R分之二 那Q2就可以算出來了 等於R分之二 再加二R分之一 同分 二R分之四加一 也就是說Q2 也就是說Q2 是等於五分之二R 這大影代表什麼 代表近前 近奧面鏡城鄉 在近前的五分之二R的地方 所以答案是五分之二R 教典求促 近前五分之二R的地方 最後請記得